好的我们来看第九 第九的话是关于 化学动力学kinetics和 平衡的问题 在打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当时想到了我们在 IG阶段其实我们就 这个学过这方面的话题啊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IG段其实我们可以把 IG的化学分为四个大块 四个大块 第一大块是基础 我就写个fundamentals 或者你说basics也行 基本的理论 然后第二个大块 第二个大块 无机化学inorganic 然后是有机化学 我们放到最后 除了无机有机以外 就是这个所谓物理化学physical 物理化学呢 又可以分为两块 一块就是动力学 还有平衡 还有一块是关于 这个能量方面的话题 之所以想谈的这个 是希望你能把它 跟我们在IG阶段 所谈到的话题 要联系在一块 其实呢这一段 这一大段里面前面三节 都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言 稍微说一下 你之前需要 知道一些什么 在IG段我们就谈过 比如说浓度会有影响 然后 这个气体的话呢 气体的一个压强会有影响 温度会有影响 好 就不一一读给你听了 第一个话题 关于如何去计算 这个反应速率的问题 这个可能稍微陌生一点 但是在IG阶段我们学过这个 所谓的碰撞理论 以及火化能的问题 activation energy 你还记得那个EA吗 好 应该来说 如何计算速率 不同的书本 可能在这个方面 它写法不是特别特别的一样 但是意思都一样 就是用浓度的变化量 去除以一个时间 去除以浓度变化 所需要的一个时间 然后这道题目呢 其实跟我在录 我CIE那套的那套题目 意思是差不多的 意思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东西 我还是沿用 那个系列所说的那个话 这个不一定非常的合理 不一定非常的合理 因为十分钟 我不是很有把握 才真的能够这样反应过去 那我的假设是说 我们的哈勃法 是吧 至 安齐的这个哈勃法 哈勃Process 那对于它来说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写个initial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两more 三more和零more 然后十分钟之后呢 这个变成了 1.5 然后1.5和1 我把这里写一个 这个ending 或者 其实说ending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个反应 其实是个肯定反应 这不是真的停下来 我这里大概的 打个比方 那么十分钟之后 得到的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总体的体积不变 总体体积不变 就是一升 就是一升 那么 想问一下 你在这个地方 你能不能算得出 它的速率是多少 比如说对于 我们如果看 氮的一个速率的话 我们用这个来表示速率 我们看氮的速率的话 那这个情况下 氮是多少呢 是吧 差值是多少 差值是0.5 然后又是一升 就除以一个1 就得到了它的 一个浓度的变化 浓度变化量 就是0.5 0.5 然后再除以 这是10分钟 10分钟 一般来说 我们还是喜欢用 秒作为单位 但这不是100% 这个要是你具体的 一个需求而定 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 这个 A level阶段 我们还是喜欢用秒 所以就是一个 600秒 600秒 多说一下 它的一个单位 是什么 这地方是一个浓度 浓度单位 你应该知道 是more 每升 或者说more 每立方 厘米 然后再除以一个 600秒 那么总体来说 就是这么东西 或者我们再整理一下 就是more 每 立方厘米 秒 或者每秒 这个情况 要很熟悉 这样一个 单位 好 再来 我们再来看看 轻 轻的算法 3到了1.5 3到了1.5 那变化就是 轻的变化 那这里就是一个 1.5 再除以一个600秒 因为它的体积 都是一升 所以这都是气体的话 其实它的气体 永远 体积永远都是一升 好 然后再看 这个 这个是从0变到了1 所以我就是拿1 是吧 或者说1.0吧 然后去除以一个600 这是 如果我们看 an的这个 an的这个 然后呢 我会发现 这三者好像速率 并不一样 但是这样 这三者表示的是 同一个总体的速率 同一个整体的速率 整个反应的速率 这三个表达的是 同一个意思 而且呢 我们从它的比例上来看 其实就是满足我们 1比3 比2 也就是前面这个系数比 1比3比2 好 这是关于速率的计算问题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 如果我们 可以测得它的一个浓度的变化 我们也可以通过 去做这样一条 所谓的切线 来求的所谓顺时速率 刚才我们这种算法 刚才我们这种算法 算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这个东西的变化量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 而如果你想要知道某一点 某一时刻 某一时刻 红度标是时刻 那你应该去做一个切线 这样的情况来 偶尔的话 它会让你通过做图 然后把它给做出来 但是这个考法呢 不是那么的常见 毕竟的话 不同的人 对啊 不同的人 对怎么样一条线 切线才是切线 其实有不同的一个理解 我们毕竟不是机器 机器的话 确实是可以 用电脑的方式做图 是可以做出一条 非常非常标准的切线出来 但是人的话 你说这种是切线吗 我稍微的旋转一点点 是不是也可能是一种虚型 这个切线呢 然后只有一个点 作为焦点 这个东西 其实也有点玄幻 尤其是当这条线 显得比较平直的时候 不是趋率不是那么高的时候 那也有点麻烦 虽然但是你需要知道 这样一个方法 还有就是呢 不需要你用到 我们的微积分 不需要用到微积分 我们的A2 不要求你用 这个微积分 来求这个点 好 然后你就应该知道 我们要求的是这个斜率 也就是一个tangent 一个tangent的alpha 比如说 好 再来看 它的一个斜率的变化 最开始的时候 比较陡峭 然后逐渐的变平缓 到最后变成一条直线 变成一条直线 或者叫平直的直线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它最开始的时候 反应比较快 毕竟反应物浓度 那个时候是最高的 然后呢 逐渐的随着反应物的 浓度的减少 而相对而言会 降低这个速率 到最后 反应物都反应光了 那就变成零了 变成零了 零了之后 当然反应不动 反应就停止 这是从反应物的条件来看 如果是从另外一边 从生成物来看的话 生成物在逐渐的增加 那就跟它基本上是倒过来的 刚开始的时候很快 initial rate就这么高 这么陡峭 然后呢 如果你是 逐渐的进行过程当中 这个东西逐渐的变平缓 到最后 到最后变成平直 变成平直 变成了零 变成零 比如说这地方 我们在DT这个时刻 做一条切线 然后去解这一个三角形的话 你可以去试着算一算 是吧 它的 这个损失速率 又该是多少 无论你是损失速率也好 还是一个 这个平均速率也好 它的单位肯定是不变的 还记得这个单位是什么 浓度先出来 摩尔 每立方 厘米 然后再除以 比如说秒 秒的话 那么 这样 来立方分明 不好意思 应该是立方分明 好 接着走 接着走 对于气体这种东西来说呢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 特殊的 或者说比较 这个 针对气体的计算的方式 这个 之前装置 应该都看得明白 是吧 我希望你也有这个条件 去实际的操作一下 操作一下 那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使用 碳酸钙 或者是碳酸钙 在里面加入足够的盐酸 加入足够的盐酸 就有气泡跑出来 是吧 就有气泡跑出来 让我们在这一端 再通过排水法进行收集 比如说如果这是一个两桶的话 它这里给出的是gas jar 如果是个两桶的话 那么 我们就可以直接读出来 有多少气体最终被收集起来了 最终被收集起来 然后我们再测一下它的一个速度 比如说我们收集满这么多气体 用了多少时间 我们掐一个秒表 我们就能知道一个 在比如说多少秒之内收集多少气体 也可以这么来看 我们设定一个 比如说我们收集100毫升 或者是 不说100毫升 或者100毫升也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收集一个20毫升 像树本上这样 我们收集一个20毫升 然后我们看它需要多少时间 才能达到20毫升 我们就盯着那个20那条线不放 盯着那条线不放 它什么时候达到这地方 我们就掐表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然后我们会发现 当它是20毫升的时候 20毫升的时候 第一次我们做的时候 是10秒就能够达得到 于是我就拿20.0 去除以一个10.0秒 那最终我得到一个2.00 但是那个单位呢 单位呢 就不再是什么 摩尔每升 或者摩尔每立方分明每秒 也这回是测的体积 测的体积 第二回呢 我们的时间延长了一倍 当然这个速率就降低了一半 然后第三个就再延长 再延长 等等等等 实际上如果我们 这个去看它收集 每收集20 比如说从最开始收集20 如果你一直让它跑下去 它其实会越来越慢的 对不对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 向下降的一个过程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实际上 在不同的浓度之下 你可以调整这个的浓度 调整这个的浓度 你可以看一下 你比如说把浓度增加一倍 增加一倍 从原来的比如说 0.5摩尔每升 变成1摩尔每升 然后你看看 这地方它的速率 能够增加多少 也许你会得到一些 有趣味的结论 好 这是关于气体反应 接下来是关于碰撞理论 碰撞理论在 这个IG阶段 其实我们就学过 从前来说呢 我想就是这三句话 就是第一 它们必须碰撞 你让氢气跟氧气要反应 你必须得使 两个东西接触才可以 不能够这个格山打牛吧 那氢气跟氧气必须碰撞 然后呢碰撞 还不能是随便碰撞 还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个 Energy 比如说这里 比如这里 它们俩确实碰撞了 是吧 这两个球确实碰撞了 但是如果Energy不够 不够 那么它就直接弹开就完了 直接弹开就完了 并没有真正发生反应 而如果我们 这个Energy是够的 那才有可能发生反应 之所以说是有可能发生反应 是因为它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 取向问题 这个东西在中文被翻译为取向 简单说呢 就是个方向问题 比如说这个地方 谁向着它去 对吧 在这里 这个是可以反应的 这个是可以反应的 而这个地方 冲着这边 或者这样 或者这样 那就都不对 在Energy阶段 我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当你要鼓掌的时候 你肯定是两手的手心相对 才能拍得下 如果你是两个手的手边相对 或者两个手指相对 你怎么拍都拍不起来 所以你要能拍得好一点的话 你肯定是需要手掌相对才可以 两个手背 你拍起来也不怎么想 对不对 也不怎么想 就类似于这个情况 所以还需要一个正确的一个取向问题 必须相互碰撞 相互碰撞的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 然后呢 还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或者说一个正确的取向问题 那三者你都达到了 才能够形成所谓的有效碰撞 有效碰撞 有些地方也被称为成功碰撞 Successful Successful 有时候也被称为Successful Collision 这个也可以 换成这个也行 Effective Collision 有效碰撞 有效碰撞才能使得两者真正发生反应 真正发生反应 好 然后我们来谈谈关于货化能 那这个图其实在IG 我们有一个跟它完全类似的东西 当你把氢气和氧气混合的时候 如果你不点燃它 你就这样混起来 其实它们并不反应 对吧 你至少得给它一搅拌 你知道得加热一下 比如说 或者你至少得点燃它 就是让它从这里滚到上面去 滚到顶上去 这个是需要一个能量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能量叫做EA 叫做Activation Unity 或者这个样子来看 从这到这 从这到这 这就是我们的EA Activation Unity 好 当它到了这一点之后 再往下走 那倒是比较自发的一个过程 它自己可以自己滚下去 你不用自己一直在推着它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 是确实不是那么免费的 不是Cost Free 是需要给它提供一个能量往上蒸的 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呢 你能够看得出来 它是放热还是虚热吗 最开始的时候 能量在这里 最终的能量 在这个地方 总体来说是个能量下降 所以这是一个放热反应 而且你同意它是放热 这是谁 碳6-7-12氧6 这是我们的Glucose 这是什么Glucose 佛达糖 佛达糖的燃烧 我们在Ig阶段里 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常识 在当时我就讲过 你得熟悉一些 比如说放热反应 例如酸碱的中和是放热的 例如我们的燃烧都是放热的 吸热呢 你可能学了一个就是热分解 比如说碳酸钙的一个分解 是个吸热反应 好 以上就是关于第一节 就说的这么多 我们来看第二节 第二节和第三节呢 就是谈这些东西 对反应速率的一个影响 反应速率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浓度的影响 比如说气压的影响 表面积的影响等等 而且你要能够针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解释 比如说如果我的浓度升高了 浓度升高了 刚开始的浓度是A 最后的浓度是B 刚开始浓度是B 然后我如果浓度更高 是个A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在比如碳酸钙 其实碳酸钙这些东西也都可以 在这个的量和盐酸的量一定的情况下 那么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量肯定是一样多 肯定是一样多 所以最后他们都停在了同一个位置 但是斜率不同 这个显然爬得更快一些 而这个爬得更慢一些 就说明这个其实是在更高的 比如说盐酸的浓度之下 我们不去谈这个的浓度 固体是不谈浓度的 固体不谈浓度 固体浓度其实更像是谈它的密度 那么我们就谈这个的浓度 当你的浓度提高了之后 肯定反而会更快一些 那这个东西就要 看起来就要更加的陡峭一些 有时候它会让你去补一条线 它先画一条这个 然后再让你画一条 这个浓度更高时候的线 但是由于这个的量是一定的 所以你最终是要停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不能够这样画超弱 就不能画到这来 那不对 那就会十分 你要能画到同一个水平线才行 好这是关于浓度的一个影响 接下来是关于压强 压强 压强的话主要针对的是什么 主要针对的是一个 对于气态来说 气态来说如果有气体分子的话 气体分子参与其中 那气体分子参与其中 你在更高的一个压强之下 气体分子就被压得更 压得彼此之间距离更近一些 其实就有利于他们的相互接触 相互接触 这些都是我们谈到过的话题 这里就不一一去再展开细讲 接下来就是关于我们的接触面 接触面积 接触面积这个也很好玩 我们为什么想把它磨得非常的细 越细的东西它反应起来就会越快 虽然说有时候也许我们不完全是 越细越好 这个要根据我们的实际要求来 比如说你又想让它产生的那个气体 稍微慢一点的话 那如果你是用那种粉末来反应 比如说碳酸大的粉末来反应 可能一下子那个气体全跑出来了 也许你让它慢一点跑出来 也许有时候会起到更好的一个 收集的效果也不一定 但总体来说你应该知道 在接触面积越大的情况下 它确实是容易越容易进行反应的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到它吗 对吧 我们的催化剂 催化剂 催化剂也可以影响反应的速率 但是你应该知道 在IG段也谈到过 催化剂只影响反应速率 但是并不影响平衡的移动 它只是让它更快的达到平衡 更快达到平衡 下面这个也是这么说的 并不影响平衡 或者并不影响平衡点的位置 而只是让平衡更快的达到 那像下面这一个的话呢 如果我要让它反应更快一些 可以怎么办 我们来谈一谈看这个 这是每条跟这个东西的反应 跟盐酸或者是某强酸 或者其实弱酸也可以 的一个反应 那我如果让它反应更快 可以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每条呢 结得更细一些 或者说把它结得 不是那么整个一条 而是把它结成好几段 这样把它扔下去 可以可以考虑这一点 或者呢 或者呢更好的方式 是比如说给增加这个的浓度 就可以使得它反应更快了 反应更快了 而这个反应总体来说 它是没有气体参与的 虽然说真正物有气体 但是反应物没有什么气体 所以如果你改变它的压强 其实对这个的影响不大 好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 对于哈勃Process的 一个具体的说明 这个应该成为你的一定的常识 什么叫哈勃Process 哈勃法 哈勃其实是一个德国人 哈勃其实是一个德国人 以它的名字命名了 这么一个 这个治安的一个方式 总体来说 这个反应方式是挺简单的 反应方程式其实很简单 这些东西应该都会写 刚才我举的那个计算速率的例子 也是这个方程式 其实 那总体来看的话 氮气和氢气 结合生成它 然后这是一个可适的反应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个催化即时铁 催化即时铁 这个东西 在I级阶段你也应该知道 你也应该知道 这个反应方程式 你也应该知道 其实 那它这里想说什么 它这里想说的是 这个铁的这个作用 其实呢 很有意思 就是它有一个所谓 Active Site Active Site 也就是这个反应 是在这个铁 比如说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假如它是这么一个铁片的话 它在这个地方发生反应 然后在这个地方发生反应 在这个地方发生反应 在一些区域发生着反应 而一旦 而一旦 这些地方被反应物占领了的话 那其他东西就无法跟它接触 那其他东西就得排着队 就得排队 只有当它们反应 反应完了之后走掉了 这个地方空出来了 才会有下一对跑这里来继续反应 才能跑到这里来继续反应 所以这是一个它的一个作用原理 具体的话呢 其实你在学A2的时候 还要继续进一步的学习 这个催化剂的一个催化原理 所以他说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就算是你加大了这个压强 使得它好像彼此相互接触的更频繁 但是由于他们必须要到这上面去反应 所以加大压强也未见得会使得这个反应 提速 好 这是关于压强 然后表面积 还有浓度的一个影响 就谈到这么多 这个视频我们再来看一个温度的影响 温度的影响 温度的影响呢 就会出现一个所谓 max为这个波尔兹曼的分布的曲线 这个可能算是这部分里面我觉得唯一或者说真正有一点新的东西 那 曲线在哪 曲线在这 曲线在那 稍微放小一点 曲线在这个地方 怎么来看这个事 希望你能够自己去实际的操练一下 怎么来画这个事 先建立坐标系吧 红坐标 纵坐标 然后就要小心 纵坐标这次是谁 纵坐标是 这个 粒子的一个 能量 粒子的能量 然后纵坐标是谁 纵坐标是谁 纵坐标呢 是 所谓 它的一个比例 具有这样一个能量的颗粒 比如说这里指的是分子的话 分子的一个比例 分子的一个比例 其实在书本上 它也提到了一句 它这个东西的一个巧合的简单的历史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被称为统计者理学的东西呢 其实是由麦克斯维先进行了计算 然后后来呢 波尔兹曼证明了麦克斯维的计算 但是这个具体问题不需要去扯那么细 而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这里有两个温度 然后这是一个较低的温度 这是一个较高的温度 曲线都从哪出发 都从这儿出发 都从原点出发 然后要小心 不要把它画成一个完全对称的东西 他这里也说到了 它们都不是完全对称的 上去之后 这边好像稍微的胖一点 宽一点 这个降下来 这边好像上去的时候 要上去的快一些 好 然后再来 都从原点出发 这一方也算是个考点 因为有时候它会让你再画一个图 有时候会让你再画一个图 好 再来 温度升高会造成什么 温度升高会造成这个风 总体来说 向着右下方向去移动 这个风向着右下方向去移动 然后呢 然后呢 这里会出现一个交叉点 intersection 会出现一个交叉点 然后在它的高能量区 高能量区 小心啊 这个地方的尖峰并不是高能量 能量在这边呢 能量是连着这边走的 在高能量区的话 在更高的温度之下 显然高能量区要更高一些 这条曲线你别再交叉回来了 这条曲线应该就保持在上面 希望你能够在你的笔记本上稍微操练一下 这个东西该怎么去画 先建立坐标信 然后都从这出发 对吧 然后呢 有一个交叉点 然后这地方高能量区 要保证这地方要比较高 要比较高 好 这是关于 这个曲线的一个画法 再有就是 再就是 在一个温度之下 这个曲线能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在同一个温度之下 我们的粒子其实它具有的能量是不一样的 有些跑得快 有些跑得慢 那粒子并不是每个粒子都是跑得一样快 那当你的温度升高了之后 总体来看 总体来看 粒子其实是向着这方面去移动了一点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其实粒子是跑得更快一些了 或者粒子总体的能量其实更高一些 这是关于被称为波尔兹曼的distribution curve 或者是这个Maxwell 麦克斯为波尔兹曼的分布曲线的问题 有时候呢也会出一些 比如选择体验来考察你是吧 正确的画法是什么 比如他如果把T1画得比较低 然后把这个画得比较高 如果他告诉你T1比它的温度要低的话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对的 整体来说T1的温度更低的时候 它其实是更靠左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 而当它温度升高的时候 就会向着右下方向去移动 好 再来 再来 来说一说 这样一个移动之后 带来的什么效果 我们刚才有谈到过 在高能区这一块的话 其实它的这个粒子的数量会增加 会增加 这里有我们一条绿色的线 这里是EA 所谓的Activation Energy 活化能 活化能 在活化能这边我会说 只有当它的能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们才能够相互反应 对吧 我们说到了那个碰撞理论 碰撞理论它们必须相碰 它们必须具有一定的能量 它们必须具有 合适的一个取向 三点要求 三点要求 而这个具有什么样的能量 其实就是具有 高于或者等于活化能 它们才能够发生反应 才能够发生反应 所以真正能发生反应的粒子 只有这一部分 其他粒子会不会相碰 其实也可能相碰 但是都是一些无效碰撞 能量不够 能量不够 哪怕它们的也许碰撞的 这个取向是合适的 但是因为能量不够 它们也反应不了 只有在这一块东西 才可以发生反应 而如果在升温之前 我们只有这么多的东西 在高温区 或者是在高 不是高温区 应该是高于EA的 这个能量区 而如果你是升温之后呢 我们再加上了这一块 所以整体来说 高于EA的比例是增加了 增加了 所以理论上来说 是应该会要提速的 这是关于这条曲线 说本上其实也给出了这个解释 也给出了一个解释 需要你去学习 怎么样去解释这个事 温度升高会怎么样 温度升高会怎么样 比例 比例 说获得 或者拥有这样一个 Activation Energy的 这种粒子的一个比例会增加 增加 于是发生有效碰撞 有效碰撞 或者是成功碰撞 这样的比例就会增加 或者这样的数量就会增加 下面有个Tip 下面有个Tip 说在你解释的时候 不要只谈碰撞增加了 要谈Successful 或者是Effective 要把这个要达出来才行 把这个达出来才行 而且呢 要谈出来的是 它是一个 其实碰撞的一个频率 Per Second 也不是一个总量增加 所以严格来说是 要把这些字眼要保护好 不要因为这些字眼的缺失而扣分 虽然可能你大概知道 碰撞增加了 什么碰撞 有效碰撞 然后碰撞的什么 碰撞的一个频率 频率增加 好 这个视频的最后一页 我们来谈一谈 关于溶液当中 溶液当中 那溶液当中 其实反映起来的 要可能稍微麻烦 为什么是这样 是因为它有个笼子 它书本上把它叫做 溶剂的笼子 这个东西在我们之前 其实是有学过的 比如说 当氯化钠 溶于水之后 钠离子跟氯离子外面 其实包围着一堆的溶剂 它外面会有水 会有水 把它我们隔起来了 其实 每一个我这里就不换那么全了 应该来说 应该是长一个水分子的样子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 每一个外面都包着一堆水 这些东西就会使得 它不太容易 再跟别的东西相互碰撞 比如说 比如说 这时候如果我再加入 银离子的话 加入银离子的话 银离子其实跟它碰撞 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两者就完全无法反应 我们也知道 你把银离子把硝酸银加进去 它立刻就能够跟绿离子 生成白色的沉淀 但是你应该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 离子的周围 其实是有水把它包起来的 而这个东西 书本上是把它叫做 sovant cage sovant cage 那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它们就可以反应的呢 它们还是有一定的 几率 几率 两者离得很近 然后呢 它这个东西 跑到同一个 这个 cage里面去了 就像这个样子 就像这个样子 两个东西 跑到同一个 cage里面去了 那么这时候 两者就可以发生反应 两者就可以发生反应 最开始的时候 周围都围绕着一些东西 想把它们 包在一个 cage里面去 然后当它们移动起来之后 就跑到中间去 那如果 如果它们进行加热的话 进行加热的话 如果温度更高 那么它们彼此之间 能跳到一块的可能性 其实可以增加 克服掉 中间这些东西的能力 会更强一些 所以实际上反应 也会更容易进行一些 好了 以上就是 关于 溶液方面的 这么一个 所谓 碰撞原理 好 这个视频就先 录到这么多 下一次我们接着来看 后面的一部分 下次见 拜拜